趁年輕的時候多去試試 試過之後不管失敗還是成功 到未來之後呢 我們都不會有遺憾 嗨大家好 我是Coco 我是溫柔Art藝術工作室的創辦人 那目前工作室主要負責的內容呢 有教課還有舉辦工作坊 以及跟品牌的合作 像是Dyson、萬寶龍等品牌的駐點創作 那還有在台灣比較特別的是在婚禮現場的畫作 那我自己本身呢 平常也會不定題的辦展覽還有講座 在大學畢業之後呢 我進入航空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 然後現在是全職的藝術家 那這個轉變的過程呢 其實我內心經歷了一番波折很大的掙扎 那我現在回想起來呢 也會感謝自己當初改變的一個勇氣 這一路上最大的一個轉變呢 就是我的內心變得很堅強 很堅定還有有自信 因為以前我是一個比較會在一點眼光的人 那因為要出來自己創業 我必須要不害怕被拒絕 還要毛遂自見 自己的機會呢 要自己創造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擁有斜槓人生 在生活的不同環境呢 我們都擔任著不同的角色 那把對生活的平衡還有挑戰 轉換到工作上 就可以擁有斜槓的質疑 這個轉換的條件呢 就是要保持熱忱還有勇敢 我常常會對自己說一句話 就是與其想著沒有選擇的那條路 不如相信你正在走的這條路 就是最好最棒的 我平常喜歡用旅行來尋找靈感 去感受這個世界無奇不有的風景還有文化 保持著好奇心還有開闊的心 那平常呢我也會靠看電影 聽音樂還有閱讀來尋找靈感 閱讀是透過文字在腦中構築各種畫面 每一個人的想像呢都會很不一樣 我們可以透過閱讀去體會不同的生活 看到從未去過的地方 享受各種奇幻的思緒中激發想像力 我平常習慣在通勤的時候閱讀 那如果旅程比較長的話我會帶書本 但像平常搭捷運等車的零碎時間 我習慣用數位閱讀 拿起手機就可以閱讀到各種類型的內容 平常比較輕鬆或是相關藝術類型的話 我會看小日子、ラビ、超人物 或是旅遊類型的雜誌 去決定一下未來我旅遊景點的清單 但同時呢身為工作室的經營者 我也必須要做決策、了解趨勢 所以平常我也會看一些商業理財類型的雜誌 雜誌相對書籍呢更輕鬆 而且內容更多元 篇幅也比較好掌握 在等車的3到5分鐘呢 我們就可以掌握到精髓 比較適合在資訊或是專業相關上面的吸收 那書本呢我覺得比較像 帶我們進入到另一個人的生活一樣 加入想像跟著書本的內容呢 一起高潮疊起 數位閱讀最棒的就是不受時間 還有空間上的限制 出門就是手機、錢包、鑰匙 現在手機呢也等於書籍了 而且我們不用擔心忘記想要看的書單 可以事先先下載好到帳號裡的書櫃中 滑開手機呢隨時想要閱讀就可以閱讀 對我來說真的超方便 我最喜歡APP中對於各類型的雜誌、書籍都有清楚的分類 可以依照當下的需求去快速找到適合的內容 還有快讀服務、推薦還有摘入刊物的重點 對於忙碌緊湊的步調 但又想保有閱讀生活的人 可以有效率的選擇 讓空間和重量都沒有負擔 哈密書城改變我的閱讀習慣 讓我24小時都擁有一家專屬我的書店 閱讀讓我的理性與感性都變得有層次有厚度 我會報答 Nora 而認真的 有一位 еня 此為前